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位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老朋友 也是我们汽车物流行业的老朋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政策研究中心的吴松权主任 欢迎你 那么第二位呢 是我们行业的一个 也是我们进出口方面的一个资深的专家 曾经任志于国际汽车股配有限公司的 胡思雨女士 欢迎你 那么另外呢 我们汽车物流峰会的副会长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 陈刚副总裁啊 还在路上啊 今天估计是上海 还是塞车比较严重 这也是我们这个 这个汽车这个市场 多年快速发展之后 带来的一个一个负效应啊 没办法 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堵车的这种现象 特别是在上海这种大城市 估计它会很快赶到会场 应该讲我们这个 谈到进出口呢 我们这个这几年市场的变化呢 大家不是很乐观 特别是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市场情况不是特别好 在出口方面呢 我们出现了负的增长 但是2016年呢 我们看到有一定的抬头 但是还没有回到以前的这种水平 那么这个出口方面呢 进口方面呢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变化也不是特别大 相对于我们整体国内的汽车的销售和这个生产呢 这个进出口好像一直都不是一个变化特别大 或者能够跟得上的这样一个板块 但是呢 应该讲我们从去年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物流行业里面 我们开始像我们上汽集团的安汽物流 开始服务于这个中国的整车的出口 也是整船的这种这个滚装业务啊 我们菲律宾的业务和我们美国的这种业务 开始由我们国内的这个物流企业啊 整船的做操作啊 这是我们中国的船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这也说明我们从原来的单纯的一个市场和一个消费基地 开始变成一个走向全球的一个生产基地 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汽车制造的能力 开始向外进行辐射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 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就有关福耀玻璃啊 这个曹德旺先生的在北美的一个投资 当然收回关注的焦点啊 不在于这个这个汽车产业怎么样 而是说是不是中国的制造业在外逃 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这个行业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布局海外的一个必然之路 我们也有相关的国内的物流服务商 实际上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前 很早就已经在北美进行布局 来协助福耀玻璃在那边的发展 所以说呢我们也看到整个行业发展呢 出现了一丝新的变化 那么可能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不管是我们物流的企业 还是我们做这个汽车进出口的企业 对于这些变化的这种把握 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发展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出这个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吴松权主任 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汽车进出口相关的政策 和未来的展望 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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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这里 在这里 大家好啊 非常高兴啊 再次参加汽车物流的主任 这个国际会议 我记得我也是参加这个会议好几次了 每一次都介绍这个汽车进出口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因为政策这个 其实很多变化不是特别大 但我想我这次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就给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这几年比较重要的 特别是最新的 影响汽车进出口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我今天的介绍翻两部分 一个关于出口 一个关于是进口 涉及到出口呢 应该说中央政府也是非常重视 汽车行业汽车企业的走出去 那么有很多的政策措施 方方面面的 涉及到产品的出口 研发的支持 海外的投资 金融服务 包括秩序的规范 等等 诸多方面 首先简要于一会儿啊 这个胡总啊 胡思雨胡总要 他要专门有个PPT来介绍 进出口的一个基本情况 我这儿呢 也简单地就简单说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关于汽车进入出相关的数据吧 那么这张PPT呢 展示的是2002年以来 每年的汽车的出口量 那么去年大概是70万辆 因为我们的海关统计数据 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不是汽车产品的 也列入了汽车的这个归类了 所以我们的T除了汽车 T除了非汽车产品之外的 那个之后呢 去年大概是70万辆 和这个2015年呢 基本是持平的 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距于高峰期的100万辆 应该说下降了很多 那么这个铜呢 是我们历年的 汽车零件的出口额 去年大概是600多亿美金 那么这个数字呢 在全球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也就是说 中国已经是全球 比较重要的 汽车零件的出口基地之一 那么我们的汽车出口 别为几个特点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这几年的 汽车出口的降幅呢 开始收窄 开始收窄 刚才说去年70多万辆 那么前几年的 前几年的这个下降的速度啊 是比较快 那么第二个呢 从我们出口市场来看呢 传统汽车市场呢 普遍下滑 但是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地区呢 出口应该说快速增长 那么右边这个表也裂了 比如说这个我们对伊朗 对这个甚至对美国 包括对埃及 等等 包括对一个等等一些国家 包括俄罗斯等等 都快速增长 那么我们第三个特点呢 我们整车出口呢 以这个自主品牌企业出口为主 但是呢个别企业 个别的合资企业也开始出口 为什么合资企业的出口呢 个别企业呢 大部分都缺发动力呢 主要是因为合资企业 它定位呢 就在中国本土市场 那么受制于跨公司的全球战略 所以我们的合资企业出口比较少 那么这个图呢 列了一下主要的汽车集团 他们的出口数据 那么去年的情况呢 是上汽还第一位12万辆 第二呢是这个奇瑞 大概8万8千辆 它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从合资企业来看呢 上海通用出口量是8万辆 出口最多 其他的企业都比较小 其中呢 本田汽车中国出口基地 本田中国是1万1千辆 这个数字和自己相比 也是比较低的一个数字 那么其他企业出口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汽车零部件出口 去年出现小幅下滑 但是我们汽车零部件出口 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出口 那么第五个呢 我们现在海外投资设厂的步伐呢 在不断地加快 根据商部的一个统计呢 我们这个 海外投资设厂的产量呢 大概是这个 有个统计大概是 二三十万辆的数字 就这么一个数 所以这些实际上也替代了 我们直接的产品出口 那么我们汽车出口趋势呢 我们有一个判断 中国政府现在对 中国本土包括自主品牌企业支持力都很大 而且呢也在推动汽车产业有大变强 推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企业走出去 包括采取综合性的措施 推动现在系列的产业化 应该说自主品牌的优秀自主品牌企业 包括将来肯定会出现几家 全球经营的自主品牌企业的款国公司 所以对自主品牌企业发展未来是可期的 那么自主品牌企业肯定有 出现大规模批量出口那一天 当然我们国内产业现在也在开始整合 整合之后 可能未来那就会剩少数几家 大的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 那么这几家企业肯定是全球化的 而且是出口量比较大的趋势 大的趋势 当然我们现在合资企业 有一些也在运营出口 那么随着股比的开放 那么外资逐步地控股中外合资企业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外资合资企业出口的机器性也会提高 所以我们的判断 中国肯定将来也是主要 跨国公司全球重要的汽车出口基地 但是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些 可能会比较长一些 那么这个说到趋势呢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呢 我们汽车出口面临的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 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 很多放大国家提出再工业化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 也采取了很多措施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主要新鲜市场需求疲软 这个都有很多数据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汽车产业的 虽然说有些传统的比较优势在弱化 比如说成本上升 但是我们的产业综合优势将成绩保持 第四个呢 有些国家呢 政局动荡 对我们出口呢 有些限制 不利于我们出口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金融啊 走出去还有待加快 影响我们企业出口 第六个呢 就是我们一些骨干企业 海外投资设厂在加快 海外投资 海外设厂 第七个呢 那么就是矿公司也是 加快占领全球新鲜市场 那么也是影响我们自主企业的出口 那么第三个呢 政策 政策我们就列了一下 大概主要表现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规范汽车出口管理 提高贸易便利化 这里面就商务部前几千年 其实也发了一些文件 包括规范出口秩序 汽车出口要实行授权经营 包括支持出口的其他一些措施 再一个呢 就是对外投资方面 我们觉得对外投资 也是汽车走出一个重要方面 也有些文件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个十八大以来 中央明确提出 构建开放性建设新体制 包括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甚至包括中国制造2025 其实这一切的指向 都是支持我们企业走出去 支持企业利用全球资源 来提升竞争力 这么一个核心的意思 那么第四个关于趋势 当然这个 因为这个汽车关于出口的政策 前一些年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这里我就简要的 关于比如说出口推税 对吧 也都是 包括规范出口秩序的通知 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规定 包括我们很多的金融 财政资金的支持 我就不再具体列举了 因为以前都介绍过 那么涉及到趋势 我觉得一个重要文件就是 陆亚贸易十三国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是商务发的 这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的措施 就是政府支持汽车产品 包括汽车产品出口的措施 这个我就不具体念了 这里面面比较广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重点介绍下来 关于FTA 那么我们觉得 影响汽车出口的 很多的政策当中啊 可能这个自由贸易区 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这也是构建开放 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那我们现在的自由贸易协定呢 也签署了14个 涉及22个国家地区 那么再谈的也有9个 其中呢包括这个RCEP 这样巨型的FTA 那么FTA的核心呢 就是降低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 来推动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 涉及到汽车就是汽车的汽车贸易 那么RCEP呢 10加6这里面包括印度 就10加6 10是东盟10国 印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包括日本和韩国 等等这些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呢 应该说谈判现在 据我们了解面临的一些困难 包括这个日本要求这个各个国家 降低汽车开放汽车市场 那么包括印度 汽车关注非常高 他们也在 也想保护本国的汽车产业 那么我觉得 那么随着FTA的这个 有些逐步的签署的话呢 那么汽车的这个出口的环境 也将会得到改善 第三个呢 一带一路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 那么今年5月份呢 要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的国际峰会 而且一带一路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中国和一带一路的国家 要要签署FTA 来降低这个关税 包括改善这个投资的环境 推动中国的企业 到海外投资走出去出口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美国贸易新政策 为中国车企开拓海外市场 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当然现在这里面 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因为这个席特也是 席特会刚刚结束 可能我们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涉及到汽车的贸易相关的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贸易逆差问题 特朗普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关注 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 贸易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 那么包括投资方面 是不是能够有所调整或者优化呢 可以拭目以待 那么第五个呢 英国脱欧影响中国车企 在英国 它的英国和欧洲战略 那么我们觉得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英国脱欧 它改变或影响的是什么呢 它改变和影响的实际上是 英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条件 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条件 它原来说英国的车到欧洲去 到欧盟去 那么它脱欧之后呢 那么英国和欧盟之间 是不是要重新来谈判 来确定双方之间的这种 这个关税 包括这个贸易和投资 便利化的情况措施 所以是不是要恢复为 原来的这个最后国税率 包括这个英国和中国之间 现在是就是中欧之间的这个关税 那么是不是也要重新调整 那么所以涉及到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条件变化了 必然会影响企业的战略 这个就不再再说了 那么第二方面介绍一下 简要介绍一下汽车进口的相关的情况 列了几个表 这个图呢是历年的汽车进口的量 及市场占有率 那么从这个图里头可以看出来 我们汽车进口最多的时候是140多万辆 大概是2014年 那么这几年实际上是往下走的 实际上是往下走的 而且进口市场占有率呢 只有3.3.3.3几 不到4% 这么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那么这是进口轿车的进口量级市场份额 这也是进口轿车的市场份额 去年大概只有3.1% 这个数字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 而且进口车越来越高档 豪华 个性化 那么这个我们列了一下 长泳车分排量的一些数据 我都不具体验了 包括轿车 四驱乐车 包括九座一下小客车等等 不具体验了 大家可以回后看一下 包括客车 包括商用车的数据 还有特种车 特种车的进口量汽车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汽车进口主要还是乘用车 占90以上的市场份额 那么从进口来源地来看呢 是这些国家 日本 美国 德国 英国 匈牙利 这些国家是拍在前面的 对中国的这个 从中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量 那么从乘用车来看呢 日本 美国和德国 具前三位 就是我们乘用车来说呢 从这三个国家进口的车最多 然后第四是英国 其中呢 这个日本大概28万辆 美国25万辆 德国呢大概也是22万辆 美国的这个 因为这个进口量都包括 在美国投资的外国品牌汽车 包括宝马 所以宝马很多车 是从美国出过到中国来的 那么这个是分进口商的一个数据 包括宝马 梅塞德斯 奔驰 丰田 保时捷是前三位 乘用车的进口量 这是分品牌的数据 不具体念的 那么进口的政策 重点说一下 我们这个 我呢这两天总结了一个表 就是涉及到进口车的政策 都有哪些啊 这里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首先是一个标准 进口车的认证 涉及到标准问题 这个是由制约总局 包括工信部 制约总局是标准的规格管理部门 然后工信部负责和公安部 环保部等负责制定标准 制约总局负责管理 这个国家标准委 这个就是进口车的认证的标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再一个商部呢负责发发自动进口许可证 那么此外呢商部还牵头平行进口的相关政策 那么在认证和转入方面呢 主要直接总局 环保部 还有这个交通部 为什么把交通部放进去呢 因为交通部它有一个油耗管理 而且呢它作为市场准入的一个要求 就所有营运用的商用车 它的油耗要符合交通部的规定 那么进口车当然也有商用车 你要进入营运车市场 那也正常情况下都要进入营运车市场 必须要符合交通部的这个油耗规定 所以这个应该说也是以进口车性关 通关和口岸管理主要是海关 那么税收政策呢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国内税收政策 国内税就都是财政部 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进口环节税 进口环节税呢实际上也是财政部 那么此外海关呢负责执行 当然税务总局负责国内税的证管 那么在销售和市场监管方面呢 主要由商务部 主要是流通方面 国家发个委 主要翻阻断方面 包括工商总局等等 那么在注册方面公安部 产品责任方面包括三包啊 召回啊是直接总局 此外我们又加了一个环保召回 环保召回其实是直接总局和环保部联合 那么还有车辆检验 包括环保检验和安全检验 这也是进口车相关的 那么维修保养方面交通部 报费回收级再知道 涉及到商务部工庆部发个委 大概说我觉得进口车的政策 可能涉及到这几个 当然还有金融方面是吧 那就是洋行和营监会 那么第一个呢 重点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关税政策 关税政策呢 这个其实它也没有变化过 这是最后博税率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乘用车是25% 其中这里面比较 这几年比较变化呢 实际上就是FTA所导致的 汽车进口关税的变化 比如说中海自贸区 这个生效之后呢 那么韩国的乘用车 出口到中国来 那么关税是22.5% 这个和25%有的区别 那么关于税收政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进口环节税 因为去年 因为去年的话呢 是这样的 就是去年12月1号呢 汽车的消费税 有调整和变化 消费税呢 主要变化 这个表列了一下 就是我们历次 汽车消费税的调整 是怎么改的 因为实验问题 我觉得实验原因 我就不具体念了 重点说 这次怎么调的 这是从12月1号开始 对豪华汽车 就是指零售价格 超过130万 就不含增值税的价格 超过130万的 豪华鞋的常用车和中轻型商用客车 那么 在零售环节 加征10%的消费税 加征10%的消费税 那么纳税人呢 实际上是销售店 那么这个应纳税呢 我这个图写的其实比较清楚了 也就是说呢 是在零售环节征收 那么具体来说 以假设130万的这个价格来计算 就不含增值税的价格130万来算的话呢 那么这个车如果 这个会增加消费税13万 增加增值税这个 22,100 增加附加税18,300 合计呢增加税出成本17万 也就是说 在增值税前价格是130万的话呢 它会增加这个税出成本17万 那么这个17万的话肯定要消化 肯定要消化 有可能是厂家包括经营商和消费者 是不是三方来承担 有可能 当然这承担有个比例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 重要的政策就是汽车销售政策 汽车销售政策呢 有两个文件 第一个呢就是汽车销售办法 那么这个15号 15号呢 这个已经明确了 商务部要召开 15号明天是吧 就是15号要召开这个 发布会要正式发布 这个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新的汽车销售办法呢 变化还是挺大的 那么它的目的呢 就是说打破授权销售单一模式 加快构建共享性 节约型社会化的汽车销售模式 包括打破品牌授权 促进新型市场主体关系 突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加快转变政府管理方式 这里面可能一会儿胡总 可能会也会详细介绍 包括介绍它的影响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反价格垄断的问题啊 就是国家发布 以前的时候有一个 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 那么这个文件呢 去年3月23号 也有公开征修议议计 预计今年也会发布实施 那么这边它影响了什么 其实影响的是 厂家和经销商的关系 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竞争 当然汽车销售办法 也有类似的作用 那么促进竞争作用 实际上收集的是消费者 是整个市场会越来越公平 是吧 越来越开放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呢 我这儿呢列了一下 关于平行进口啊 主要的政策 包括在几个自由贸易区 包括国务业的文件 包括商务部等八部门 这个发布的 这个关于这个 促进平行进口汽车的 这个若干意见 提了很多措施支持 包括这个国家战监委 包括职业总局 也发布了关于改革 净平行进口汽车认证的 相关的关键 都是有利的 促进平行进口的一些措施 我都不经历了 一会儿可能胡同也会介绍 平行进口的规模 均约是13万辆 这年还是在增长 和整个这个进口汽车的这个 大势还是不太一样 进口车整体的是往下走 平行进口车是往上走 每年增长大概10%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关于燃料消耗量管理 燃料消耗管理 简单说核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家为了推进汽车技能 要求国产汽车 包括进口汽车 在中国 都必须要符合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的 相关的规定 而且这个规定是很严格的 是很严格的 那么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去年啊 这个大概是6.98升 百公里油耗 叫行业平均 那么2020年要变到5升 2025年进一步到4升 这个下降幅度非常大 对于所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 国外汽车公司 包括中国本土汽车企业 包括合资企业 提出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那么 这个我这里面列了一下 它的这个过程 我都不具体念了 这里面就说先有标准 再有管理办法 核心 那么这个表建议大家关注一下 这个呢是工信部刚刚发布的 那么2016年的数据就是关于哪些企业 它的就是所有的进口汽车 进口汽车总经验商 那么他们的这个油耗的达标的情况 那么加颜色的是不达标的 包括捷宝路 福特 克莱斯勒 三菱日产 东风有限 上汽通用 陵木等等 这些主流的企业都不达标 都不达标 但是呢 未来几年 其实对这些跨工资来说压力更大 因为油耗的限制在不断的加盐 我觉得可能不达标的企业 可能会 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有没有可能这个趋势 这个是一个工信部的管理办法 我就不具体念了 就是说不达标的话 可能会有些惩罚措施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关于新年汽车积分和配额管理 这里面有两个文件 一个呢是国家发布委 有个叫碳配额 第二个呢 是工信部的新年汽车积分 那么这两个文件 是什么核心意思 共同的特点 都是要求 进口汽车的企业 那么必须要承担一定的 这个新年汽车销售义务 也就是说 你在中国销售的汽车当中 一定比例的车 必须是新能源汽车 必须是新能源汽车 而且也有相应的 关于惩罚措施 要有因为 发布委这个文件呢 有明确的罚款措施 工信部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积分 也可以购买 可以转让 但是呢 如果你不达标的话 也会有一些惩罚措施 那么这几个 这个文件应该说 对进口汽车影响更大 影响更大 我们觉得 所有的进口汽车企业 都面临巨大压力 最后简要介绍 我们正研中心是 我们是中汽中心 是汽车行业的 主要的技术支撑机构 那我们中汽 正研中心呢 是我们中汽中心 从事汽车政策研究的 核心部门 研究的范围也非常广 包括中产业政策 进出口 投资准入 战略 技术政策 新能源汽车等等 或者是很多方面 我们也欢迎 如果大家有问题 也欢迎和我们交流 就介绍这么多 请供大家参考 谢谢 感谢吴主任的介绍 因为这个内容量非常大 涉及的内容非常多 我看有一些部分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这个吴主任没有展开讲 我们后面会有一个 问答环节 一个Q&A的环节 大家有问题 可以先记下来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三位嘉宾 一起来回答这些问题 刚才呢 吴主任主要是从这个 我们这个市场的相关政策 这方面 给我们解读了 这个一些变化 那么下面呢 是我们这个 一位行业内的资深专家 这个当然是 我们这个会议是第一次 邀请他 曾经任志于 国际汽车股费有限公司的 胡思雨女士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17年的 中国汽车进出口形式的 一个展望 我们掌声有请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上午好 非常高兴啊 也感谢组委会 给我这么一次机会 刚才题目 主持人也爆了 因为题目太大了 如果要把进口和出口 单独分开 又把整车要再把 这个零部件再分开 那个题目啊 可能一天都不一定 能探讨得完 那我呢 是一直于 从事一个 进口汽车企业 国际汽车的前身呢 是中国进口汽车贸易中心 就是持续在 24年的时间当中 一直在做进口车市场 所以我本人呢 在这个行业当中 也持续做了 十几年的时间 一直在做 上营销的工作 所以对进口市场呢 的理解和相关的数据的 预判 以及未来 乃至十三五十四五 整个的预判呢 可能有一些心得 所以我会重点地去解读一下 进口车 进口汽车市场 及 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 拼进口汽车市场 对出口这一块的 一些相关的数据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才说了 题目太大 所以我只能是说 从 过去的 一个回顾 以及 汽车的进出口 在中国汽车市场中的一个地位 这样的地方 跟大家先梳理一下 这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我再提提我 对2017年 乃至 十三五的末期到2020年的时候 一些细分市场里面的 预判 因为我想今天在座的 不是我们汽车产业的同事 或者是汽车市场的同事 我们汽车产业和市场的同事的时候 经常会去做什么样的分析呢 是从需求端去分析 来预判我们的未来的市场规模 有多大 消费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的人 要买什么样的车 买什么样价格的车 买什么品牌的车 我们是这么去分析 但是针对各位来讲的话呢 可能更多的要从供给端去看 我们未来的供给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 然后我们好去抓住 什么样的机会 去对我们的业务的战略 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和调整 所以我们先说说它的定位 为什么要说到定位呢 因为我觉得光从量来讲 大家就觉得这么多 高鹏满座在这儿讨论 一百万两百万的一个规模的一个量 觉得大家就觉得有意义吗 其实那我觉得不光是从数字来看 我觉得意义在于什么地方 它的定位非常重要 所以我这题目当中写得非常清晰 说我们进出口汽车市场 我说的是汽车市场 因为暂时先不说零部件市场 因为零部件更多的是和整车去做配套的嘛 所以它的这个市场定位 其实在中国非常的清晰 进口车 我本人在这个行业当中 持续做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非常的知道 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汽车市场 尤其是国产汽车市场的有意补充 一会儿我会讲到 为什么叫有意补充 甚至它的特征是干嘛呢 它是相互之间的补差 或者它的定位一定是相有差别的 随着我们的汽车工业30年的发展 应该说直到去年的时候 已经整个汽车的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了2800万辆 从供给角度来看 2800万辆的时候 我们的进口车或出口 总共加起来可能也就 还不到200万辆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份额很小 但是我们的货值 尤其是以进口车为特征的 货值单价货值非常之高的 我们的金额有的时候 会超过整个汽车乘用车市场的 将近15%到20%的一个份额 所以我们未来会去看的话 那我们的进口汽车市场的定位 它就是一个有意补充 那出口车呢 出口汽车呢 出口汽车我们认为 它就是汽车工业的实力的一个表现 去一个特征的表现 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 让我们的不是以汽车工业 为代表的一个汽车的市场 或者是生产的一个大的这个 怎么去到国外去显示 我们的一个汽车工业的实力 大家知道30年的这个合资的 这个结果 其实我们当跟合资厂去签署 这个合同的合约的时候 我们的在中国生产的车 原则上合资车是不允许出口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能表现出来是 为什么我们自身的汽车工业的一个实力呢 因为更多的是我们的自主品牌要去出口 我们的自主品牌里面的乘用车 现在这两年可能也发现得很好 一会儿我会去盘点一些里面的结构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的汽车市场的定位 它就是怎么样 出口和进口的定位就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在我们汽车市场 尤其是汽车工业 作为中国的非常支柱的汽车产业的 经济的支柱产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进出口 慢慢也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 一个市场的一个规模 从去年来看我们的GDP在77万亿 我们的汽车如果说从消费端来看的话 设定总额当中披露的 我们将近是4万亿的规模 汽车市场整个是4万亿的一个消费的规模 也就是会占到我们的中国的GDP里面的 5%多的一个份额 所以它而且未来在十三五的期间 国务院也是把扩大汽车消费 作为重中之重 所以会对汽车消费的时候 当汽车市场有所滑落 或者是有所显现低迷的时候 大家要国务院以各个部委 刚才吴主任也非常强调 我们会提到政策的这种重要性 在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当中 政策的极确确起的一个杠杆 或调节的一个作用 包括我会提到比如说我们在汽车市场当中 在2015年的时候 前三个季度汽车市场都是低迷 甚至有可能在没有政策出台的时候 我们2015年的汽车市场可能是负增长的时候 在2015年的10月1号开始出台 1.6排量个月税减半 个月税减半的优惠的这个政策 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全年 等等 我就说想表达的是说 第一个我们汽车工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 同时我们的进出口市场 或者是进出口整个就是我们汽车市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所以如果把这个定位或它的作用 非常能清晰地了解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单独去看量了 而且要去看趋势和我们的结构里面调整什么样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给我们的企业在精英当中 能去带来什么样的战略的布局 那下面我们简单地再看一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情况反正都是数字 但是想说的一个趋势 从这四张图来看 进口汽车和进出口汽车的出口量 再加上零部件 零部件的这个贸易量和出口的这个贸易量 我们去看 这个四张虽然数据都不太一样 但是看一下整个的趋势 随着年份的发展 其实趋势都是基本相同的 我们能看得出来在2012年的时候 可以说和我们的国家的GDP的发展 是有正相关的这个趋势的 我们能看到2012年的时候 我们的GDP开始下滑进入到什么呢 八以下 就是2012年之前都是在八以上 乃至更高的时候十几 在这个时候2012年以后 我们的进出口 那更多的是要 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GDP的这种影响 第二块就是整个全球所带来的 经济的低迷 所带来的我们的发展趋势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2011年和2014年总体的 从进出口的 整车也好零部件也好 都还是有所趋势 还是有所不错的 但是到了2014年之后 15年16年都是持续的大幅的下滑 其中我们会看到 只有我们的进购车市场 的确确是由于国内的政策 包括刺激性的政策等等 一方面的一些原因所带来的 有一些特殊的我要去解读的 其他的一些情况 几乎都是和我们的GDP 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 其实我觉得过去的数据 更多的可能只能代表了过去 因为我们坐在这儿 更多的是要展望一些未来的情况 而且是要对我们的未来的企业的发展 去做一些决策 或者是做一些决策的依据 在这个时候 刚才吴主任也讲了那么多的 政策的这种影响 但是我们做企业的 我们经常会说政策 或者是经济的影响 在我们的企业当中 或我们的市场的发展当中 到底是影响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量值 就是对我们的一些企业的发展 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 具体的业务量 或者是业务的数字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要去发现和考虑的问题 总的来说 进出口都是和面临的宏观环境 尤其是刚才说的经济是正相关的 在我们的国内经济 大家也都知道 今年应该说就是在6.5左右 而且国家都已经不像 第一次都会在我们的两会当中 都会工作经济报告当中 都会写一个左右两个字 也就是说对GDP的这个硬杠杆 这个数据没有特别大的强调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怎么 但是稳增长 我觉得稳增长这个口径 或者这个基调是存在着的 那在全球的经济来看的话呢 因为我们的出口 主要要看全球的经济 依然还是很低迷 总的需求 因为总的需求动力不足的话 那我们的供给 或我们的出口量 也不会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 一个影响 尤其 但是最主要的有个有利的影响 当然刚才一直提到的一带一路 这块的政策我就不再 不会多解读 到底一带一路会形成 出口对出口保持一个 什么样的量的增长 我觉得没有一个专家 现在敢去那么去预测 只能说是利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说我因为本人 一直在做进口车市场 所以我对进口车市场呢 我想更多的去给大家盘点一下 或对未来做展望一下 可以说政策环境当中啊 我认为在今年 在今年来看的话 进口车市场的利好的政策 应该说有 但是利好的政策影响力 都不会是很大 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 1.6排量以下的这个 从消费端来看 1.6排量以下的购置税 优惠现在是减半的减半 等于在7.5的优惠的情况下 在去年到2015年的10月份 一直到2016年底的 这个15个月当中吧 应该说我们进口车市场 是有增长的 应该说增长的幅度 会达到4%左右 但是在7.5的这种优惠下 可能我们的今年的增长 就不会那么大 本身我们的进口车市场的 1.6排量的这个份额 也就是在15%到20之间 所以大家对它的期望 可能也就不会很高 另一块利好呢 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 平行进口汽车市场 明天我们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通过十年的这种发展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 成为一个历史 明天要更名为 要修订为叫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应该说明天的这个政策的出台 虽然已经有为期了 有14个月的征求意见 终于明天可以落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中里面有一条 对平行进口的政策 有这么一个描述 就是说以平行进口的 现有的政策为指导的依据 在里面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平行进口 在2014年的10月27号为起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商务部批复上海资贸区说可以平行进口试点 为一个起点来看的话 我们平行进口汽车市场经过这个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近两年的时间去实践 去实验 从数据来看 因为我们的数据是进口量 从数据来看的确是在增长 包括去年是有 在整个汽车进口车市场进口量 还在下滑 负增长3%到4%的一个情况下 它还在百分之十几的增长 达到了去年的整个13万辆 今年我们会预计也会达到15万辆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依然我认为对整个进口车市场的利好 所带来的量的增长还是不容乐观的 总的来说 虽然平行进口会有局部的增长 因为平行进口的量 刚才说了 仅仅就13%到15万辆的这么一个市场的小份额 所以对进口车市场 今年依然可能是一个持平的一个概念 那从供给来看的话呢 我们一直从 大家可能会知道 虽然不是在汽车行业在做的同事 我们大家都是在 作为一个汽车消费者来看 我们的很多的原来进口的车型都国产了 身边比如说原来都买奔驰宝马的 除了这个D级的轿车或SUV 都没有国产之外 其他发现所有的中低端的 B级以下的或者C级以下的这个轿车SUV都国产了 所以带来的我们进口车市场的产品的供给 我们叫失血 从2014年为开始吧 为起始 我们的很多的产品 尤其是以量销的产品都国产化以后 我们的进口车 从供给端来看 我们是以下滑的一个态势 这个从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来看 它不是一个坏事 但是从进口车市场来看 包括在座的 跟进口进出口汽车相关的这些企业来看 可能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但是从汽车上来 它不是一个坏事 所以从我们的产品的供给来看 今年整个我们的供给虽然量很多 密密麻麻裂了这么多的量 但是走量的汽车没有几款 所以从供给当中来看 依然今年还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情况 那我们重点来看看 刚才一直在提的平进口的一个市场 平进口大家很多会把它妖魔化 为什么会把它妖魔化呢 因为经常会说 大家说政策放开了 大家一窝蜂的都去做 无论是我们的现在从事汽车的行业 还有一些没有从事过汽车行业的 有一些通过十几年二几年的资本积累以后 企业就要进入到里面了 还有一些乃至拿这个投资资金来砸这个市场的 其实我认为大家都把它看得太大了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说 它就是十万到二十万的一个市场规模 如果风风雍雍的涌进来和我们的上万家的企业来疯抢这个蛋糕的话 蛋糕是做不大的 因为刚才说的有很多的政策所限制的我们的进口车 不是我们的市场的刚需现在下滑了 我们从研究来看我们的需求其实它是在增长的 包括我们的换代更新 还有我们的新增 包括我们的下沉市场的新增 对进口车市场的需求都是有的 但是从供给大家看 刚才吴主任一直在介绍 可能大家不太理解很多的政策 对我们汽车行业的人就是特别敏感 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的平均油耗 咖啡值和NEV的这种要求 就比如说 一个进口车年进口五万台以上的企业 就要承担新能源的这样的积分的政策 这个时候大家不太知道 说这是很多人对行业不了解的时候就蜂拥进来 也不知道这些政策对他们有哪些风险和非常高危的地带 他们都不知道 就是贸然的去试 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 如果说你第一不了解市场的规模的情况 和它的客观的规律存在 而且一味的要把赞高做大是做不大的 第二不了解这个政策进来以后就是一个风险 对尤其是对我们现在在座的可能都是一些大企业 或者是中型企业 进来的时候法律的风险 法规的风险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去看 平均进口首先它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而且未来我们也是这样 只是希望这平均进口能有很好的 健康发展的一个环境 让大家把平均进口市场 然后把平均进口这些消费者 尤其是现在的进口 我觉得供给现在应该说不缺 只是我们的售后服务 包括后面的一些后续的保障 这块工作在平均进口市场里面 是需要去更加的把它规范化和它的健康发展起来的 因为时间有限 我如果说大家希望了解更多的平均进口的数据 包括结构性的数据 剥离到未来的发展会什么样的趋势的预测 是规模减小的 我们可以说是在萎缩的 因为刚才说了进口的产品的供给所带来的总量 它就是在那个地方 而且很多的政策要求着你 没有可能去更多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总量可能会在90万辆左右 最高的时候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达到142万辆 到前年去年的时候基本就回落到126 111 然后去年是108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到2020年的时候几乎是会达到90万的一个规模 同时我们的产品的预测 基本我们是以这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要小排量 其实新奇特的产品是进口车 尤其是平均进口车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 你去进口的时候 这个方向是一定要把握住的 第一 具体来讲就是小排量 混合动力 包括柴油版的一些车 这样的话呢 这些车型都是对国家的 刚才说的咖啡时 就平均油耗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导向 所以小排量 混合动力和一些柴油版的车 另外就是要培育一些 完全的就纯电动新能源的一些汽车市场 是我们未来的汽车 进口汽车产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另外就是我们的发展的趋势 其实基本就是我们说叫亚零行 一类呢就是从需求单位来看 还是从我们的供应来看 就是高端化的一些车 因为凡是高端化的车 比如说D级的E级的 我们称这个E级就是超高华的车 D级的就是那个 咱们开的奔驰的这个S级 宝马的7系 就类似这样的车型 它不会以国产的方式在中国进行生产 那一定是以进口的方式进来的 所以一类就是高端化 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性化 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年看到 Mini啊 还有就是甲隔虫啊 这样的车型都非常个性化 但是它因为它的量小 它不会成为一个国产的产品 所以这是一类产品 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现在日语消费 非常成熟的一些发展的方向 比如说追求一些新能源的车呀 然后是PH插电新能源的车呀 还有一些就是动魂的一些这样的车呀 还有一些高性能一些车呀 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未来发展的一些消费的一个趋势 产品也是往这方面导向的 拼进口 我们从政策的导向 还是从各方面的这种数据来预测的话 在预计在今年可能是一个高峰期 会达到百分之17左右的一个份额 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依然会回归 我们认为也就是维持在15万辆 总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规模 出口方面呢 出口方面呢 因为刚才吴总也讲了很多了 时间也没有太多 所以我想呢 依然还是这样子的 就是出口的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主要还是各方面的这个政策 还有是经济 全球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 那我们的机遇在哪里 就是我们自主品牌的这个借用 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家级的战略 去不断地去努力去发展 这一块 刚才提到为什么自主品牌会发力 我们的合资产品没法走出去 因为我们的合同协议要求 我们不能去出口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规模总量 我们认为今年依然可能 因为整个的市场形势也不会太利好 里面有些数据 包括每台车的出口的 单价的这个均价在什么地方 因为会后大家都可以把这个PPC要走 里面的数据我就不太多做介绍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认为今年的出口总量和16年 是基本持平的 也没有太多的下滑 也不可能太多的利好 在结构方面我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这两年就是讲到乘用车这一块 前几年全都是以客车商用车为主 那这两年的乘用车 我们的实力也上来了 我们的乘用车现在逐步地在上升 零不见这块我们在最后做一个展望 就是在零不见这块 因为这块我们一直在提的少 我们再说一个大的总的量的来看 其实这么多年从2011年到2016年吧 我们会去发现看一个特征 我们的这个进口实际一直是 进口和出口实际是存在一个差额 非常大的差额的 几乎呢我们是进口的少 基本是在一直在保持在200亿美金的 这么一个规模 然后出口是保持在6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规模 基本就是出口是进口的两倍 这么一个情况 这也是我们基本对今年的一个 零不见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展望 或者是预测吧 基本也和今年是差不多持平 没有太多的有利好的这个方面的这个趋势 总的来说 通过这个二十分钟的时间 减减端端的把进口 进出口的形式和大家汇报一下 下面呢对尤其是进出口的汽车的一些数据 如果需要的话 会后请大家和我联系 谢谢大家 看来我们整个进出口的政策和趋势 这部分的这个内容还是特别的多啊 这个我们的嘉宾应该讲准备了这个非常 这个这个丰富的这个内容 PPT那个页数也非常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回头再问答环节我们再聊啊 也是没有完全能够展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出这个我们峰会的副会长 企业物流峰会的副会长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刚副总裁 因为他们一直在负责长久的国际化的战略和海外的布局 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汽车物流企业的国际化的成长道路 大家掌声欢迎 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啊 在这边呢很多呢 我看都很熟悉的面孔啊 我呢我叫陈刚 我现在在长久呢 我在长久已经十年了 来长久之前我在大众汽车 之后呢 在长久呢 最近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呢同时呢 负责长久的叫中式国际物流 这种国际物流呢 是做零物件和一些滚转航运的一个企业 之后另外在长久物流呢 负责长久的国际业务 尤其在去年呢 下面到现在呢 我几乎现在每个月 有一半的 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在国外 之后昨天 我昨天才刚从伦敦回来 从捷报路回来 所以呢我对 中国汽车企业的这种国际出口啊 我还是有一定的体会 所以大家跟人家分享一下 绿的 好 这个这一页呢 昨天博总呢 我董事长 博总长在做介绍的时候呢 在演讲的时候已经讲过 对于长久来说 我简单回顾一下 目前长久呢 是92年成立于长征之后呢 03年到了北京 13年我们开始走 开始走国际化的这样 这条路 我们呢当年呢 我们中标了 奥迪的国际铁路运输 那时候一带一路还没有提出 当时我们是 应该是第二家 奥迪是第二个主义厂 来开始走 用铁路运输零物件 第一家呢是奥迪 昨天呢那个 朱瑞呢 他原来是在宝马 他当时推动了这个项目 后来呢 奥迪呢 当时是用国际铁路运输 来呢 来代替呢空运 之后呢 后来呢 到了2015年的时候 1415年的时候 开始了那个一带一路 但是12年开始 13年我们中标了 当时呢 我们一年大概是 走600个到800个集团箱 之后 也就是因为这个呢 我们当时在汉堡 成了我们德国分公司 我们就在那个 大家去过汉堡 因为在伊北河 非常漂亮的港口 叫哈佛 City 我们呢 有我们一个 可以做45个人的 一个办公室 之后 16年的时候 长久呢 在A5这晚上市 之后呢 加快了这种 国际化的步骤 国际化的步骤 今年呢 我们呢 在美国和在日本 我们也就成立了 我们的单身数字公司 之后呢 所以呢 而且呢 是通过做一些 国际化并购 来呢 加速我们的 国际化的进程 从长久 从整个的一个架构来看呢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长久呢 有一个国际公司 长久国际公司呢 现在是有德国公司 日本和美国 香港办事处 这里边呢 就是说 它主要来负责 所有国际业务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开发 和当地的运作 还有一个公司呢 是叫海欧 海欧呢 就是跟那个 丹兰港和 哈尔滨铁路局 合作来成立的 专门做中欧班列的 就是从 只有哈尔滨 满洲里 到多伊斯堡 汉堡 接下来我会讲 我们对这个班列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之后 长久自身呢 就是做整设物流 总的公路运输 另外呢 长久下面 有个叫中式国际 中式国际的公司呢 它呢 一块呢 是做水路运输 我们自己呢 现在是有五艘滚装船 在运营 到明年底呢 会有14艘滚装船 另外呢 是 我们会跟 我们跟德国 斯莱奈克 德国斯莱奈克呢 是 它是目前来说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专门做入场物流 的一个企业 他们在 给奔什 巴马 奥迪 和那个保质企业 在欧洲 做了29个工厂 也就是说 它又将于2万人 说50年了 只做入场物流 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跟他 会成立一个合作公司 在今年7月份左右 我们一起来做 做入场物流 另外一个呢 我们成立一个工作 叫中久物流 中久物流呢 是专门做循环包装的 这个公司呢 成立了两年多以来呢 发展还是不错的 它就是做 目前来说呢 是奔驰 不是 目前马自达 捷波路虎 所有的包装 都是它来 从设计到投入 到运作 一体化在服务的 这个公司现在已经在进行 A股 在A股上市的进程当中 应该是 在明年年初爆材料 这一个公司呢 就是一个IT公司 我们这个IT公司 专门做IFID 和物联网解决方案的 它自己有 自己知识产权的 这种 这种硬件设备 它主要是做硬件为主 硬件设备 包括自己的这种 全球定位系统 包括呢 自己的那个 IFID的 这种知识产权的 IFID 所以 整个长久的 整个的一个架构 就是 跟国际业务相关的 这些 就是 国际物流 国际铁路 以及零物件 技术口物流 以及循环包装 以及IT 这些都是跟 跟国际业务有关 对于长久物流来说的话 它的国际服务产品 目前来说 只有四个 一个呢 是 是科技包装 一个呢 是 是国际铁路运收 第三个呢 就是国内 国际的一种 循环器具 第四个呢 就是在欧洲的 我们现在 马上会有一个 我们的物流园区 在欧洲 好 第一 科技包装 科技包装呢 就是说是 这个呢 大家知道呢 就是说 刚才那个 刚才呢 胡部长呢 刚才也介绍了 就是中国汽车出口 目前呢 中国汽车出口呢 以前是三分之二 现在还是40%左右 都是由旗瑞来做的 之后 它呢 旗瑞的整个 出口包装中心 是有 是有 六万平米 有将近九百个员工 这九百员工 全是中市的员工 我们来给他做 所有 旗瑞所有的 出口包装的服务 都是我们在做 这里边就包括 为旗瑞做的 包装设计 包括做的辅材 包括所有相应的 一些服务 这里边 我们也现在 拓展到了一些 一些工程机械方面相关的 因此呢 就是说 我们大家的这样一个 国际服务的服务平台呢 就包括 就是包括 一些取货的运输 包括呢 现场的这种规划 包装的生产 包括 接下来海外的服务 我现在有个团队就在伊朗 因为旗瑞在那 一年有七万台产能的产能 我们团队就在这儿 都要调研 我们很快就在那儿 会开展 首先我们一个团队 来给 在伊朗为旗瑞 以及其他的企业 来做物流服务 这里边呢 就是我们服务的 其 包括呢 包括旗瑞 全部是由我们来做 包括北七福田的出口 包括呢 北七自主品牌的出口 包括呢 捷波路虎的 出口的包装 这都是由我们 我们这个团队来做的 我这个团队目前有九百人 在做这个业务 而呢 从目前将来规划呢 就来说的话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将来会在 几个主要的港口 港口像大连 天津 广州 上海这种港口 我们做港口 我们的集货中心 就是说 以前的零部舰呢 他们的 卫席舰厂家 有时 他们集货都集到 主机厂去 主机厂去之后 再包装完了 之后呢 再来装酒量箱之后 酒量箱再出口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们如果服务的 品牌多了之后啊 让我们 让这些零部舰厂家 直接把零部舰送到港口 这样第一省 零部舰掉箱费 第二个呢 就是说 零部舰的这种运输的 解决化 也能够 也能够体现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 相当于就是能够 来降低这样一个成本 我们做的预计 可能会15%的 这样一个成本的节省 之后 而这样呢 就是整合的出口业务呢 实际上就是 包装团队的共享 因为我们呢 在中市的900人团队里面呢 常年备有呢 就是有60个到120个员工呢 是可以作为机动部队 就因为出口包装团队的特点 就是说 有活就很急 没活的话呢 就几个月就没活 因为我们是有 对齐瑞这种 常年在服务的 这样一个业务之后 我对于 比如像北池自主 和维福田 他们有业务的时候 我抽掉我的骨干员工 整个编制的 从那个 继从工人 到班组长 到技术人员 到工艺员 到所有的 整个编制的 大概有三四十人 可以迅速到一个地方 去take over 这个业务 形成呢 形成一个 每天 100台 200台产能 这样一个能力的 这样一个 包装能力 包括我们包装技术 我自己呢 有26个工程师 专门做包装的 然后 质量共享 包装质量 因为齐瑞呢 他现在 因为他自己这么些年 一直在做出口包装 每年呢 最高是做到12万台 做到12万台 KT包装的这种规模 因此呢 就是说 对于他的这种 整个的包装质量控制 和包装体系呢 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一个 相对要说 很正规化的 这样一个 一个运作体系 来做的 它的质量体系 是有保证的 最后一个就是 辅财产购的共享 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呢 自主品牌呢 在国外呢 在国外也就是 价格也都不高 所以他们对于 成本的这种控制 对辅财 尤其对辅财成本 这种控制 是非常非常 是控制非常严的 而对于 我们基于 其中这么大一个批量 每年将近10万台的 这样一个 出口批量的话 我们不论是 不论是各方面的辅财 我们的成本 应该在行业里 属于偏低的 这个呢 就是讲的就是 其类 其类一个 一些主要的情况 就是我们服务呢 包括包装的 规划设计 包括辅财的 因为我们自己 也制造一部分辅财 包括辅财的 制造 采购与销售 包括一部分的 循环器具 以及现场操作和运输 这个呢 就是我们来提供的 服务内容 而整个就是 6万平米厂房 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说 将近正在这数 已经900了 900名呢 就是员工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IT系统 就是说 所以这样是 把出口包装呢 虽然它是一个 它出口包装 在目前 在大部分主义上 都作为一个 就波动性很大的 一个业务呢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常规化的 跟大公共生产一样的 这样一个业务 这个呢 我们还是有一定心得的 第二个就是 到伊朗的这个服务 伊朗的服务呢 就不论是 在国内的包装 以及呢 以及呢 到那个 以及国际铁路运输 这个呢 我一会儿会讲到 就是我们跟那个 在跟乌鲁木齐局啊 我们有一个合作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 到伊朗运输 以及或者说 用跟伊斯兰海运的 这样一个海运 这两运呢 到了对方 以及当地的卡车运输 以及呢 就是说 那个 以及当地的一个物流服务 以及呢 整车物流服务 我们都是 都是能提供整个一套门到门的服务 之后 而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除了奇瑞在国 因为跟奇瑞合作 和服务呢 在国内做的 以及在伊朗做的以外 有我们的合作伙伴 斯兰赖克 斯兰赖克呢 目前来说 在欧洲 给大众 给奥迪 给奥迪 给奔驰 给宝满 和给那个 都在做出口包装 就是说 他们给他做了 在国外呢 他有 六千多个员工 给那个 给这些做了 几乎支撑了 大众每年 奥迪每年四万个集团箱里边 有三万个集团箱 是他做的 出口包装 包括宝满的 包括奔驰的 还有那个 都是他在做 所以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成立的公司叫CSL CSL是个公司 之后 接下来 实际上来 就是在国外方面 往中国的 这种出口包装 我们也会做 也会做 很大一般来做 这样的话 就是实际上 是一个完整的服务 从中国 对于本土企业来服务 在伊朗呢 我们为中国企业出去 在做服务 以及呢 在欧洲啊 就是那个 我们跟我们的 合资公司来做服务 这是我们的 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 出口包装这一块 主要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就是 中欧铁路 中欧铁路 因为我们这个铁路呢 是在哈欧 就是哈尔滨 到欧洲 它走的是满洲里出境 所以呢 它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黑龙江呢 是中国对欧的一个 最主要的 对俄罗斯的一个 最主要的窗口省份 所以呢 所以择护旁贷的 哈欧铁路呢 它的很重要一个功能 就是到俄罗斯 所以这哈欧铁路 它是由 长久物流 54%的股权 和那个 淡连港 23%的股权 和那个 哈尔滨 哈尔滨铁路 就23%的股权 最后 我们目前来做的呢 这个整个的服务呢 就是包括呢 就是说 从哈尔滨 这个是 从哈尔滨 从哈尔滨到俄罗斯的 包括呢 就是说 哈尔滨到 叶塔吉林堡 到正米达堡 和到莫斯科 这条线 现在已经开到了 每日一班 现在就是 一周 一周七班 现在一直在开 从一月份开始 这条线走的 还是非常好的 每日一班 就是说 它的货品呢 就是说 包括 包括木材 包括呢 一些电子产品 包括一些轻功产品 都有 目前 而呢 就是我们呢 目前来提供服务的呢 这种汽车行业客户呢 就是包括沃尔滨 我们最近呢 刚刚中标 沃尔滨的一个项目 在这也给大家来报告一下 就沃尔滨呢 从大庆呢 大庆生产S90 从S90呢 这个车呢 是全部用 是在全世界 只有这一个地方 在生产的 沃尔滨最高端车 而呢 这些车呢 有三分之二是用于出口 其中有呢 有相当一部分是到欧洲 欧洲大概一年有 我们目前用集装箱来做 之后呢 一年大概有四千到五千个集装箱 用来运整车 之后呢 那个 这个呢 就是说是 这个业务呢 很幸运的是 有长久呢 现在是总包 获得了总包 这个呢 主要线路呢 就从中国的大庆 到英吉利海峡对面的 比利时的泽布鲁日港 因为呢 这个整个这条线 相当于也是 目前来说 应该是最靠西的 这样一条 在欧洲大陆 最靠西的这样一个 中国班列的线路 它就在英吉利海峡对面 包括奥迪 从欧洲到中国的 零部舰运输 包括我们在两周前 我们刚刚中标 大众集团 所有的铁路运输 之后呢 欧洲到中国的 包括捷宝路虎 早前呢 朱总呢 也在说过 他们今年要开始推行 这个业务呢 也是由我们在做 捷宝路虎 从欧洲到中国的运输 包括我们给 李尔也在做 零部间企业 当然我们还给 很多零部间企业做了 这只是李尔呢 就是我们 李尔是其中一个 我们给他来 也来做 欧洲到中国的服务 目前大家都在讲 中欧班列里面呢 就是说中国到欧洲去的货 要远远大于 欧洲到中国的货 但是从汽车的行业来说的话 第一 我们大部分货 都是回程货 之后呢 在汽车行业 第二个呢 就是 第二个呢 就是从中国到欧洲呢 只有一种货品是缺的 就是整车 因为中国从来不出口 商品车到欧洲 刚才讲 就是说 而呢 就是说 这一万多台车 也是唯一的 要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 很幸运的是 我们全部走了铁路 之后呢 这个呢 就从五月份开始 大概是 每年四千到五千个集装箱 就是 来走 从目前来说呢 我们对加拿来 我们中欧业务的一个规划呢 就是有四条线路 一条线路 中国到东欧 之后呢 第二条线路是 中国到西欧 也就是到泽布日 经过杜吉斯堡 到泽布日 之后 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是 往返货都有 因为从 回程货的话 我们在欧洲有个团队 专门做 平行进口车的物流 刚才那个 湖部长也讲过 平行进口车 在欧洲呢 近年大概会有 三万台平行进口车的 这种量 之后 它的物流呢 是我们可以在那边提供 从提车 到仓库 到清关 到国际运输 一体化的这种服务 所以从欧洲到中国的 这种 回程的进口车的服务 因为呢 很重要一点 我们从中国去欧洲的 因为做的是 沃尔沃的这种商品车 我们是有我们的支架 我们的商品车支架 这商品支架 是一个里边 可以装四个的 也就是这些支架 也是唯一 目前这个通道里面 唯一做双向循环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机架呢 可以大幅降低 这种车辆运输成本 所以从西欧到中国的 来的这种 这种贫穷进口车的进口 以及厂家 自己现在组织的 比如像宝马 目前来说 宝马 大众 奔驰 保持捷 都有意愿 要规模化来组织 这些这样的进口 包括沃尔沃 都有这样一种意愿 之后 这个班列呢 我们可以 一周可以达到三班 两到三班 就从中国来到西欧 再一个就中国到南 到米兰 就米兰这个呢 我们跟当地的 这条线路呢 我们马上就会开始 之后 包括呢 就是说 包括米兰附近呢 都林就是 都林就是那个 菲亚特的 菲亚特总部 他的一些车的进口 包括接零不见 我们都在做一些沟通 这条线路 再就是中国到北欧 北欧呢 这个是到汉堡 和威蓝马哈芬 就是说 这个呢 是因为呢 就是说 我们的 捷波罗虎在那边呢 是有一个包装中心 包括呢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业务 这条线路呢 我们也会 所以 我从文论布局来说 中国到东欧 西欧 北欧南欧 我们都是有这样一些想法 另外到伊朗 伊朗也是有几条线路 可以来做 我们对这些线路 通过跟乌鲁木齐局啊 乌鲁木齐铁路局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沟通 我们也希望能够 在今年能够把这个 班列能够呢 顺利地开启 专门做汽车班列 所以奥迪这个业务呢 我们已经从2013年开始 已经做了 四年快五年了 整个运行结果 还是不错的 之后 实际上我们现在 19天到20天就能 21天吧 就能做到门道门 像这个 沃尔沃这个业务呢 就是17年开始 我们这个业务呢 从中国到 到欧洲 就是到 到泽布鲁路 泽布鲁路 再回到根特 因为根特是他们 在欧洲最大的一个工厂 这个呢 全程呢 2023天 就是我们是用 我们的车的支架来做的 目前来说呢 这是中国到欧洲的 中国到欧洲 唯一一个汽车专列 每周两到三班 之后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是有呢 四级呢 我们有四级的 这种支架 另外我们还有 我们跟我们的 合作伙伴 我们会有几种支架 一起来合作 就是我们四级呢 有900套这种架子 就具备呢 一年呢 一年大概 大概往返成 两万五千台的 运量的这种能力 之后呢 那个 而且这个项目呢 是唯一的往西向的 一个车辆出口业 就中国往欧洲去的 货量很大 但是汽车 整车出口 就这么一个 而我们在全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有 计牌子系统来进行跟踪 这是我们自己在 上海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整个全球控制中心 就在林峰 所有在红桥里面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 可以到我们那去看一下 我们这些交流 所以从长久来说的话 我们在做国际整车业务来说 我们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有这么四条 第一个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 第三方整车物流企业 之后 所以在这个 整个全过程呢 都有很丰富的一个经验 所以门到门服务呢 是没有问题的 之后 沃尔沃里就看中我们这一点 所以把我们作为 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之后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德国汉堡 有此公司 而且我们已经做了 四年以上的这种运输了 在德国汉港 有很完善的操作场景 所以对于整车出口 就是整个这流程呢 我们沟通起来 包括在跟外方的沟通 是没有问题的 之后 另外的保险 因为长久一年 做接近四万万台的 这种整车的一种 在保险里面 是很有经验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自己有900套 这种高质量的 这种整车支架 另外呢 我们跟多个支架服务商呢 我们都有合作 这家报下面做的呢 也有几个 我们的合作伙伴 而且目前 沃尔沃是唯一一个呢 就是中国出口的 这种整个业务 所以这也是我们 唯一能做 往返支架运势的业务 现在很多的支架 都是单程的 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能做往返 好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 整车出口的业务 这个循环器具 这个我就快点说了 就是说 目前来说 我们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研发中心 我们有呢 26 有5个业务中心 我们给17个厂家 在做提供服务 我们现在有 30万以上的 这种器具 有1.2以上的资产 就是我们的 是基于自由资产 所有的标准箱的投入 都是我们自己投入的 所有的非标的箱 都是由厂家投入的 但是我们统一进行管理 另外我们自己呢 就是说 包括奥迪的 包括捷波路虎的 包括大众的 包括那个 齐瑞的 它的全车型的 就是这种零部件的包装 也就是我们设计的 奥迪的不是 捷波路虎和大众的是的 奥迪是进口价的 所以我们 可以服务的呢 实际上就是说 在这个服务 从计划 到设计 到制造 到租赁 到存储 到清洗 到维修 到报废 整个的过程 就是说 这个呢 都可以来提供这种服务 这是给奥迪 用于国际循环箱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 用这个箱呢 昨天博泽也讲过 用它来代替 纸包装和木托盘 这个我们实在 跟奥迪已经进行了 三年的这样一个沟通了 之后 这是我们当时在奥迪呢 跟他们做了一些验证 这样基本上 已经通过了他们的验证 现在进入商务 谈判的阶段 包括大众 包括斯克达 都已经验证过了 这个呢 是给 这是我们刚刚去捷波路虎 去交流的 就是他们出口的 出口的发动机的 这种支架 这是可以给 给沃尔沃 捷波路虎和很多家 来这种通用的 往返成的这样一种支架 国际运输 包括就是这种 国际运输的 这个比较复杂的 这样一个 国际循环器具的 这样一个周转 这个呢 对调度能力要求 是很高的 这个是我们在 给捷波路虎 来做的这样一种 区域循环 那种服务 因为实验员 我不多说了 将来我们会在 我们现在书不已 在国内搭建了 这样一个 共享循环的网络 因为我们有自己 知识产权的 这样一个 这些标准箱 我们就在 汽车行业的客户当中 我们来 做这样一个循环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 欧洲一个物流园区 目前就是说 在泽布鲁港 泽布鲁港就是在 泽布鲁港是世界上 最大的一个 汽车广传码头 它一年大概是 280万台的 寸主量 它比布莱美港要大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场地 我们会在建设 我们一个中国 欧洲物流中心 它将来就来做 这些整车的出口 以及零物件的 这样一些 相关的一些物流服务 总而言之 长久呢 这些年来呢 一直在尝试的 因为作为一个 第三个物流企业 一直在尝试呢 到国外去 来为国外的客户 来提供服务 为中国民族品牌 这种汽车呢 能够出去来 做一些这些事情 而我呢 也作为这其中 一个主要参与者 也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非常愿意呢 有机会呢 来给大家来交流 来提供服务 谢谢大家 感谢陈总的这个分享 那么应该讲 长久确实是 这两年在国际业务方面 发展的非常快 我们刚好下个月 我们这个会组织 一部分的 国内的一些 这个同行 去这个德国参加 博里脑袋地的 那个会议 我们也会顺道 去一下汉堡 看一下我们长久 在汉堡的相关的业务 如果感兴趣 可以一起走 大家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这个 问答的这个环节 看完那个环节啊 对我们三位嘉宾 刚才的演讲的内容 以及对于我们 汽车进出口的市场 这方面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要抓紧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不多 有问题可以举手 是有我们的同事会把这个 麦克风给您送过去 我们的马会长 我问陈总一个问题吧 因为刚才他谈到这个 他说的标准化器具 都是他自己在负责的 我想问你这个标准化的器具 是一个什么标准 因为我现在在联合会 除了汽车物流分会负责以外 同时呢也负责我们联合会的 一个托盘专业委员会 就是我们最基础的包装单元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标准 跟欧洲稍有差异 我不知道这个中间的矛盾 是怎么消化解决的 请陈总美 这样子就是我们呢 马会长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实际上也是一直 我们挺困扰的一个问题 因为呢 我们现在呢 刚才其实没有讲 就是我们不仅是往欧洲 我们往日本 我们跟日本也在 马上也要开始 也做这种循环器具 一部分的循环器具的尝试 因为我们在日本的办事处 包括像我们往美国 这种国际化器具呢 在国际化器具的这种周转 跟国内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尤其是不同国 欧洲和日本完全不一样 不统一的问题 这确实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目前呢 是这样的 就是给 奥迪那个是1米1×1米4 就是按照欧标准来做的 就是那个 日本呢 是标准跟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呢 就是说目前来说 我们国内和国际的 没有通用 就是国际就用国际的 国内就用国内的 国内就国内的 目前没有做到这种 就是完全是国内 和国际打通 就做不了 就是国内 国内循环就做国内循环 国际循环就做国际循环 因为这目前来说呢 我们只能这样子 因为 这是按照客户的一种要求 你对这个 将来这个 标准化 相对往一致靠 有什么样的一些 想法和建议吗 我想听听 马会长 我 首先呢 就是呢 我自己报个名 我非常愿意呢 假如要有机会 要参与呢 就是汽车物流这个行业的 一些标准的施定 我作为中九呢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 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之后呢 也做这么多尝试 虽然是个新军啦 但是也做这么尝试 我们非常愿意来参与 也非常愿意呢 就是把我们在 目前给美国 给欧洲 和给日本做 提供服务的 这样一些 经验和心得 来进行分享 但具体呢 这种标准的 真正落地实施啊 或者 这还需要挺长 一个过程 马会长 反正就是这样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 要做 我们非常愿意 来提供呢 这种 所以我们知道的 和我们在实践 过程当中的 一些经验 我们可以来进行分享 我们还没有 其他的问题 给我们的嘉宾 好 我们那边有一位朋友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北京长久物流 做国际业务的 我叫曲臭 那个我想问一下 咱们国际 国际汽车的胡部长 刚才我听到您的汇报中 有几个词 就比如说 汽车销量这种模式的改变 供给式改革 还有平行进口车 稳中求进 当然有一个 比较新鲜的地方 我听得特别感兴趣 就是2015年 咱们汽车贸易进出口 出现了这个整体量的下滑 可能幅度也还不小 那么这种国际贸易的这种变化 比如说货币贬值 而有利于出口 那么或者是汇率升值 有利于进口 我想问这种 汽车贸易的下滑 还会在未来的 汽车贸易中出现吗 想听听您的看法 谢谢 非常感谢 请给一下麦克风的音量 非常感谢 您刚才这个题目 也是我觉得挺大的 因为这里面的 影响因素非常多 今天没法展开 简单的 就是非常粗俗的 简单的就是 受了一些经济和政策的影响 其实刚才您说的 金融汇率这些影响 都是很大的 那您刚才说的 那个下滑的问题呢 我只能是分两块吧 一块咱们主要 以整车为主吧 进口这块呢 实际刚才那数据 我没完全地打开 15年的下滑 进口车 因为我们的数据呢 是叫进口量 我们没有拿那个 实际的 比如说销售的量来看 因为我们看的是 进口量的时候 在2015年 为什么有24%的下滑 主要原因是什么 在2013年和2014年的时候 整个的进口量过高 带来行业的 在2014年的时候和15年 几乎就会达到了 非常高的这个进口量 带来的行业的库存 所以在2015年的第二季度 到2016年的全年 整个17个 7个季度 21个月都在去库存 所以您看到的 2015年是下滑 24% 2016年继续在下滑 实际去年一年都在去库存 去库存 应该说到去年年底的 库存基本去除结束 今年开始一季度 有点像好 所以在去年 2016年的全年的时候 我们还有负增长3% 今年的稍微有所缓和 已经去库存开始 库存进入到合理状态 所以今年的进口车市场 应该说是持平 都不能说是有正的 太高的增长 所以今年是这么一个情况 未来的到2020年 进口车市场 我们的预测 是继续的在下滑 规模 总规模 现在是100 去年是108万辆 到2020年的时候 规模应该保持在90万辆 进口车就这么一个情况 出口 现在我们真的不好说 因为现在唯一的 有利的影响因素 刚才吴总也一直提到的 吴总提到的政策里面的 一带一路 现在一带一路 到底为我们的汽车 整车 尤其是我们的 以自主品牌 为主导的出口 能带来什么样的利好 或者是什么样的量 现在没有一个权威机构 敢去做 到2020年的预测 只是说在利好 只是说不保 不让它大幅的下滑 能持平 我认为就已经 非常好的预测了 希望我们的自主品牌 有更多的竞争力 能在我们的 一带一路的国家当中 去形成我们的增量 我就回答这些 好 谢谢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有什么问题 好 那边我们有一位朋友 最后面啊 我想请教一下 陈刚总 就是因为终究的 这个包装能力进步 是非常迅速的 包括国际业务的一个增速 也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我这边想请教一下 就是终究整体的 这个发展过程 大概是什么样的 方便给我们做一个 大概的介绍吗 还有就是支撑 就是在这之下 支撑的一些核心竞争力 大概有哪些 也请陈刚总 帮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 您说的是终究还是长久 因为终究好像只是包装 对对对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里边可能 就是长久的子公司是中式 中式的子公司中九 因为长久是一个 整个一个大公司 中式是做零部件 它有四个板块 是零部件 滚装航运 IT和器具包装 我本人是中式的总经理 也是中九的董事长 中九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说实际上 因为我们现在 到现在为止才两年半 不到三年 最后2014年8月7号 中九的公司才成立 当时呢 我们是给马自达 长安马自达呢 当时呢 我给他做全车型的 这样一个包装 循环器具 这种 从设计到投入 我们都在做管理 当时呢 就是说是 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第一个 之前呢 在奇瑞 做了少量的部分 后来呢 就在长安马自达呢 来做了这样一个 第一个项目之后呢 我们在那儿呢 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 整体的这样一个团队 之后呢 我们又成功的拿到了 捷包路虎 所有的 所有的这种包装的 标准包装的投入 和所有包装的这种管理 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又拓展到了 一些零部件企业 所以对于中九来说的话 它现在呢 两年多的时间 它现在发展起来了之后呢 今年大概会有 四个亿斗有的产值 之后 整个的 主要的就是 它有三个核心竞争力 第一核心竞争力 它就有 它自己有 我们自己有一个设计团队 现在有十一项专利 之后呢 我们有非标 非标通用化的设计 这种能力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目前尤其在装载啊 和在 因为 对于我们呢 跟马密上说的那种 标准托盘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们在汽车行业里边 有标准器具 和这种非标准器具 非标准器具就是很多一些 用于装 装发动机啊 装那个 装那种 那个 变速箱啊 这种定制化的这种支架 这些支架呢 之后呢 他们以前呢 就是说这种支架 他们在 不同的 不同的车型之间 不同的主义厂之间 不同品牌和不同车型 不同的车型之间 他们都不可以共享 之后 而呢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也是我们跟 主要跟 跟那个通用 在每个某个通用里边 做的一些沟通 那些学习的 就是他们在这种 对于框架和内衬 以及内部的这种 这种线位 他们之间是可以 可以 框架可以做成统一的 只是在内部的这种 内衬和内部 这种调整位 是可以做 可以做这种 通用化 可以做这种 这种各地化设计的 这样的话 就是使得 就是说 所有的这种框架 外形尺寸 是标准的 但是内部支撑 是不一样的 这样我们这个 非标通用化设计 第二 我们自己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IT系统 包括呢 硬件软件相结合 刚才也讲了 就是我们的 这也是我们的核心技能力 我们自己有一个IT公司 这个IT公司呢 他们 在我们所有的器具上 给我们做上了 二分之标签 包括我们国际循环的 那种汽车支架上 都有全球定位系统 我们的全球定位系统呢 是光感的 它放在汽车箱里面 它就不在工作 拿出来之后 一旦见光 它就开始工作 它呢 可以 我们的电视 可以用五年 所以说 我 对于我的重要器具 五年的范围呢 我们就可以做 全球定位 之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呢 我们自己有 接下来 这也是我们正在 建设的一个 循环平台 就是这种 具有调整能力 就是一个循环平台 这是我们的三个 最主要的合金竞争力 从今年 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呢 我们跟张商证券 和新组综合 我们一起来 科大律师事务所 开始了 我们在A股上市的 这种进程 大概应该 因为我们现在 还不过三年 大概在今年 八月份 过三年之后 我们就会爆材料 可能会在 国内 在A股里面 这应该是一个 为数不多的 专门做 七矩循环的 这样一个企业 要走上市这条路 好 我们还没有 还有最后再给一个问题吧 还有没有人要问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问那个 吴主任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年看到一个 很 很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 自主品牌也好 就是我们国内的这种 纯电动的车 开始向外出口 我在北美市场 也遇到 包括像电动大巴这种 这种纯电动的 新能源的车 我不知道您认为 像这个是不是 因为我们一直说 北美和欧洲的市场 是我们汽车出口的 一个短板 特别是常用车 这方面 但是是不是像商用车 这种东西 是对于这种市场的 对中国产品认识的 一个撬动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 我觉得 在传统汽车领域 应该说欧美 日本 代表了全世界 竞争最激烈 也是法规最严 这么一个市场 我们传统汽车领域 确实很难 说短期内 很难进入欧美日的 这个 这些全球最顶级的市场 那么进入全球 欧美市场呢 批量进入欧美国家市场 也是衡量我们 中国汽车产业 进入的一个 我认为一个重要标志 那么在新南京汽车领域呢 确实是这几年 有一些量 有一些车 能够进入这个 应该进入欧美市场 但是呢 规模还是不大 因为大家可能有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了解 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受中国政府啊 强有力的政策推动 强有力的政策推动 可能全世界最给力的 导致我们这个 去年新年汽车的产业量 全球第一 大概五十五十一万辆 五十二万辆 这么一个规模 我们的这个客车行业 我们这个电动化的比例 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 应该说我们规模 包括产业链 包括产品 也是越做越好 所以呢 在成立城领域 依然能不能进入欧美市场 有很大的这个难度 那么在客车领域啊 应该说有些企业 已经开始探讨 毕竟是在节能环保要求 这个日益压力 日币增大的情况下呢 应该说我们国产的 是吧 一客车 就是纯电动的客车 产品在欧美市场 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而且这个客车这个领域呢 中国的客车产量 也是全球第一 我们有全石油世界级规模的客车企业 包括金龙 包括雨通这些企业 因为客车是我们整个汽车行业 少数具备较强竞争力的 这个领域之一吧 所以我说电动客车 应该说近期内 应该具备小物美出口的这个能力 但其他车型 包括乘用车 我认为还不具备 这种批量的这个能力 这是我的这个观点 谢谢 好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个台上的提问就不进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这个茶席的中间 再跟我们三位专家的交流 那么首先呢 还是要再次感谢 吴主任 胡总 还有陈总 三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内容的分享 我们茶席之后呢 会进入下一个环节 那我会请出这个 北京交通大学 这个我们张晓东博士 张教授给我们主持下一个板块 我们茶席之后再回到这个会场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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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